2008年9月末,京城公院西街9号张灯结彩,热闹非凡,李连杰,巩力,曾志伟,陈小春,黄晓明,七七登门,献贺向华强投资10亿港币的酒店开业,稍稍发福的向太难掩喜悦,在一票明信当中满场飞,欢声笑语不断,招待见戏呢,向华强黏着酒杯走上阳台,夜幕下京城璀璨,往事不由浮上心头。 向华强夹了一口红酒,一面吹来秋风微凉,12年前的此时死地,那个叫白小航的年轻丸柱,依然让向华强耿耿于怀。 上世纪80年代末,央视拍了一部名为《真三》的电视剧《天桥交往》《真三》的英雄故事,点燃了少年白小航的内心豪情。 白小航抱着大侠梦来到海定体校,学摔跤,练散打,天赋加勤奋,练得一身好功夫。 几次代表北京市队拿下了奖牌,体校摔打数年,白小航已然脱胎换骨,成为了一条威猛汉子,身长一米八九,仪表堂堂,精壮矫健。 这白小航刚出了体校,变单枪匹马的横扫浙江村,一战扬名。 当年的温州人蜂拥北上,绝京,京城的大潮当中,混进了一批狡猾野蛮的二流子,盘居大鸿门周边,当成了自家山寨,收保护费,抢钱越货,开赌当坑人,嚣张跋扈,访林商客,饱受扰害,确实敢怒不敢言。 白小航呢,对这一帮人遭有耳闻,看他不惯,但没欺负到自家头上来,精髓不犯河水。 一次,出租车司机于阳误闯浙江村,不仅浑身上下被洗劫一空,还遭受到毒打伺候,劈堪肉战。 不巧,于阳跟白小航是邻居发小,白小航知道之后呢,凤火中烧,热血冒顶,二话不说,单骑煞响了浙江村。 四九城的玩主正热血年华,意气风发,玩儿起命嘛,那都不怕,对方大奔营在一处堵当。 屋内呢,灯火辉煌,一伙人玩儿子正憨,一声爆喝,把小航踹开大门,八名壮汉顿时,围了上来。 一个直拳出来,放倒另头猛人,转身来到院内,拉开场地,拳似牵锤,腿如流星,攻势凌利,闪躲灵活。 拳脚上下翻飞,对手接连扑地,八张人肉靶子被打得半残,几十名刀棍手出现。 白小航跨上了机车旋风飞逝,不多时,白小航带上了十几个兄弟,全副武装卷兔重来,挨家挨户过来问候,所到之处浑金胆散,人心惶惶。 浙江村老大被迫求和,答应白小航的约法三章,从此一蹶不振,还被白小航渗走了村花。 此机的京城,有位颇有名望的老炮叫严金,严金律师出身,经常与政商人脉来往,黑白两道,门路颇多,据说与海里某公子呢,失败把子兄弟,江湖能量非同小可。 民生大造的白小航深受眼睛的赏识,便追随着眼睛走到了一块,划分两头,这边再说向华强。 1991年5月,京城东四十条街上,一家名为演歌台的叶总会悄然开幕,彼时呢,于电影界,赚得盆满钵满的向华强开始在资本市场大展拳脚,趁着改开风口北上,遇在皇城跟下分耕,向华强带上了刘德华, 找上了酒门提督张局长,又红透半边天的刘天王上茶敬酒,双方相谈生欢,向华强顺理成章地将演歌台开堂落子。 港事业生活让内地人大开眼界,一时间豪车浮凑,观感引起,演歌台很快成为了经济富贵的聚会宝地。 并且呢,只对首席的贵宾提供VIP服务,豪客大员挥手间一至千金,90年代初,演歌台就做到人均消费近万。 去演歌台成为了尊贵享受的代名词,演歌台开业五年以来一路顺风顺水,一直到1996年白小航登门,走兄弟们也到演歌台潇洒一番。 某晚,严精带上白小航,一行人风风火火坐进了演歌台,吹牛喊麦,猜眉,划拳是毫不热闹。 酒喝够了,便向店方要求VIP服务,见惯了大人物的演歌台经理呢,对他们并不感冒,以VIP服务指向归宾开范围有一口回绝。 严精亲自来前台说话,对方压根就不买账。 四九成,横行惯了的玩主,大庭广众之下,煞事没面。 二,白小航火气上头,直接从包房冲了出来。 当天呢,恰逢向华强,从香港过来巡店,听到前台吵闹激烈,赶紧抽身一看究竟。 啪的一声,白小航将一皮包的钞票摔到了前台。 说吧,消费多少,才算贵宾,老子有的是钱。 经理带着庶民,西服壮汉伟的上来。 有话好好说,我们有些服务确实是只对贵宾开放,跟多少钱没有关系。 白小航淡淡一笑,后退半步,嗖的一下,飞起了一个下批。 鞋底从经理鼻尖划过,稳稳落地。 谁是你们老板,喊老板出来。 经理在看白小航身后,也是一群精壮猛人。 有一间不知道如何是好,我是老板。 叫好想在几名保镖护卫之下,缓步走来。 四九成,横行惯了的玩主,哪里受得了这股窝囊气? 只得向老板的鼻子大吼,给股的这些兄弟们全部安排VIP服务。 几名保镖挺身护到了向华强前面,并将手伸向了西服内带。 年轻人不要玩火。 兄弟们,上! 眼睛一声唳响,白小航身后的十数名猛人掏出喷子,将向老板和保镖团团围住。 通通退后,双方人马撤向两边,中间只留下白向两人。 白小航抬手呼的几个耳挂子,清脆犀利的声音响彻夜空,今天到此为止。 眼睛上前拉住白小航,眼隔台一方报警,阿瑟来到了江白小航捉迹五处,不到两个小时,白小航便被放了出来。 接下来的几天,眼隔台遭遇连番杂场,据传向老板悬赏重金,对白小航发出江湖追杀令。 但四九成的玩主们涉于白小航微民,居然没人敢懒活。 两个人算是结下了梁子,白小航称见一次打一次,眼隔台仓促停业。 白小航一路追到了深圳、广州。 冤家一劫不一劫,江湖是江湖了,终于在广家的一家茶馆,两个人坐了下来。 委屈、钟情、蒋明,双方各退一步,事件才算高一段落。 此后近十年,向华强一直在南方发展,正少踏足京城。 白小航却在江湖路上来日无多,成为了无数眼目在时代浪潮中的老炮之一。 白小航为人风流倜傥,留下了不少桃花情势。 有人说白小航在天上人间吞云土雾时再没醒来。 也有人说白小航太过于高调,最终被阿瑟正法。 我爸脾气让白小航在江湖上结仇不多。 据传白小航手下调戏另一老炮黑宝子的女人。 两方冲突之中,白小航与命乱刀之下。 脏天朔一铁哥们儿给白小航办了一场风光葬礼。 终如流星花火,来时灿烂去也匆匆,逃不了玩住宿命。 这边向向华强在资本市场大展宏图,12年轮回之后,2008年,向华强重回故地。 豪至10亿港元在京城开设一家高级公寓式酒店。 不过京城好像不是向老板的生意福地,不久之后,低调卸业。 这边向华强重回来。